李天一案已经折腾了好几个月 早前李天一等五人涉嫌轮奸案在海淀区法院举行停前会议 身为母亲的孟哥出现在公众视野 尽管当天并未接受媒体采访 但有媒体指出看似低调的孟哥其实并不低调 一身着装价值不菲 全部价值约4万元人民币 处在风口浪尖的孟哥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所关注 近日又有网友在微博爆出孟哥至法院公开信 心中大量言辞是为儿子开脱的 责任都推到了酒吧和受害女孩身上 并强调自己儿子人高马大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好 不能跟没钱人家的小孩一样 更直白表示自己儿子早就具备性能力 在受害女孩自愿的情况下 让处于青春期且有过这方面体验的儿子 完全不顾诱惑完全不可能 跟着这是没有人性的 众网友看到后纷纷认为 如果这封信是真的简直不敢相信 声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